小米啊 爷爷准备让你去分公司 要不还是 不去 就冻结银行卡 你哥也不许帮你 不过你要记住 千万不要暴露你和我的关系哦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新来的组长米丽 大家欢迎一下 来新同事了 不得发红包庆祝一下呀 对对对 发红包 哇 这红包也太大了吧 一万耶 他不会是个福尔泰吧 这也太大方了吧 谢谢组长 糟了 我不是要装穷吗 这个工作时间安排得也太不合理了 说好的八个小时工作值 哦 我早到了 加班了 他也不给我钱 我一迟到就罚款 这谁说的了 就是啊 刚迟到两分钟罚我两百块钱 你心都快空没了 发布 这下大家就不用为工作时间发愁了吧 你这份不定时工作制没得到我的同意怎么就发布了 你以为这是想改就能改的吗 你得先提报总部 总部同意了再谈细节 总部同意了 同意了 要不你检查一下邮件 行 你能干 那这份出差的活儿 那这份出差的活儿 你是 哦 组长牛啊 直接把规则开了 不过他这样不会得罪主管了吧 总经理 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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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知道我今天刚出差回来累死我了 那谁呀 居然和总经理做一个东西 就是看起来这么轻易 居然还勾搭给经理 这差约费也太不服你了 不行 我要改改 啊 终于提交了 累死我了 米莉 你又死则提交差约费方案 说今天米莉还去拉总经理的手 好像他们还做同一个电梯 真的 啊 那他和总经理岂不是 难怪他之前那个方案 组织直接就给你了 如果这件事情谁觉得我做错了 大家可以直接告诉我 难道提高差约费标准 对你们来说没好处吗 就怕你搞不定差约费 风机不成十八米 嗨得我们年终奖都没了 就是 而且谁知道你用什么手段得到的 对正常手段拿到的 我们才不要 我 听到了吧 没有一个人知识 事情不是这样的 总经理是 千万不要暴露 你和我们的关系哦 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出公司 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种不守规矩的连工 装什么装啊 还不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 就是 你那红包说不定是什么脏款呢 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吵吵唠唠唠的 董事长 这个新员工不懂事 我正在教训他们 他不仅目无上级私自修改公司制度 还直接向总部打报告 要求提高差旅费 差旅费都是公司规定的 提高不就是浪费公司资源吗 这完全不合理啊 嗯 确实不合理 不过我记得差旅费一直是一千保底啊 为什么米粒报告的差旅费只有五百 这中间是哪里出了错 差旅费不是一直都是五百吗 原来公司一直给的都是一千呢 那岂不是主管他吃了五个碗吧 小米啊 你做的方案我看了 做的很不错 之前确实忽略了这一块 董事长 这个员工私生活混乱 他说的话不能信 不能留他 我今天还看见他勾搭总经理 和总经理拉拉扯扯 这样不见面的员工 简直败回公司的名声 大家都看到了 我的孙女私生活混乱 我怎么不知道 那是他哥 没想到让小米来分公司锻炼一下 还能发现有这么一群败类 原来米粒是董事长的亲孙女啊 那怎么办啊 谁破的 是他 主管 主管破的 对对对 就是他 主管嫉妒米粒一来就给大家发福报 董事长 你听我解释 要法务来查一下王主管 这几年来的业务查出来 该坐牢坐牢 该发款 发款 是 啊 米粒啊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你是董事长的孙女 对啊 对啊 我们都是从王主管说的 我不会追究你们 但就算是普通人 也不应该在不清楚的情况下 就对别人的生活乱下定 我希望你们是真的道歉 不仅仅是因为我是董事长的孙女 知道了 王主管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董事长 走吧爷爷 上学的时候就勾引我老公 现在还来 你好 我是来修补婚纱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 米粒 啊 球球 这世界还真是小啊 球球 你怎么找这种人做礼服呀 礼学有什么问题吗 啊 也没什么大问题 就只是这里开线了 哦 这应该不是制作上的失误 我们都用的最好的料理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哪个不是学服装的啊 你跟我们在这儿说叫 哎呀 阿文 大家都是同学 都是同行 哪个不会出错呀 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对不起 那您把裙子脱下来 我马上就能好好 脱裙子 那装不就滑了吗 球球 你坐这里 啊 这样 不好吧 哎 坐下 还傻站着干嘛呀 过来 就这样补吧 解决不了 你就别回来了 哎 米粒 抬头 抬头 抬起头啊 抬头 你笑一个啊 低头都拍不了脸了 哈哈 哈哈 好了好了 米粒都不好意思了 哎 听说你结婚 大明星 我会也要来参加你们的婚礼 你怎么认识她的呀 我就跟她见过几面 她跟我老公还挺熟的 真好 哎 平落来了 哎 你看你看 这米粒 看起来一副穷酸样啊 她怎么还有脸来啊 这就是抄袭者的下场 哎 这个这个 真不知道她爸妈是怎么教的 哈哈哈哈 没意思 哦 九九 我去给你拿瓶水啊 裙子补好了 我先走了 米粒 你怎么来了 啊 我 亲爱的 米粒跟我一直都是好朋友 她这次是特意来给我补衣服的 那正好 等会儿一起吃个饭吧 哎呀 我们女孩子换婚纱 你一个大男人在这干嘛呀 出去出去 快出去 快出去 上学的时候就勾引我老公 现在还我没有 看着真可怜呢 是个人都会心疼吧 你做的婚纱 是不是特别好看 做梦都想穿上它吧 哎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你做的再好看 穿不到你身上 因为呀 你没那个命 今天我不开心 你也别想好过 哎 你干什么 你怎么能撕坏我的婚纱呢 放开我 你怎么撕我的婚纱呀 你疯了吧 你怎么敢撕舅舅的婚纱 不是我撕的 是他自己撕的 谁会撕自己的婚纱 当初你偷久久的设计就算了 你现在还敢撕他婚纱 毁他婚礼 保安呢 保安 算了算了 我今天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这次我原谅你了 我们还是好朋友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补婚纱吗 被诬陷一次是蠢 被诬陷两次是活该 两次 上次抄袭事件也是你做的 米莉 我都跟你道歉了 你还要怎么样啊 我都已经原谅你了 九九 这让人不折 给他透霜 保安呢 赶紧把这个人给我丢出去 米莉 我来扫 好